大家好 很多话有养蚊竹的过程中 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由于我们的养护环境不当 或者是临时养护方法不对 造成蚊竹出现黄叶枯枝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蚊竹 还有没有旧呢 首先我们先判断一下 它这个根系有没有烂 像我这一颗的话 这个根系还没有烂 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有旧 因为这一颗蚊竹是养护环境 太过于高温 而且空气比较干燥 所以造成了叶片出现发黄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枝条给它修剪掉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些全部给它修剪完 接下来就是给它先浇一点水 如果土壤湿润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浇水 如果土壤干燥的话 我们适当的给它喷一点水 在盆主的表面 上面这部分湿透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喷得过湿 因为这段时间它没有叶片 它吸收的水分会比较少 如果我们浇水过多的话 那么通风条件不好 产生积水 很容易让它的根系腐烂 那么就不活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通风一年的地方 过段时间它就会长一些新的芽出来 就像我这一颗一样 这个都是新长出来的芽 长得也非常的粗 非常的壮 所以大家有这种情况的话 不要丢 平时我们养护纹竹 担心浇水不当引起黄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点这种绿叶宝 因为这种绿叶宝它是叶面肥 我们直接喷湿到纹竹的叶片就可以了 保持5到10天给它喷湿一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给它浇水 而且又可以让这个环境湿度更加的合适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建议大家养蚊竹的话 一定要提高空气的湿度 还有提高我们的养护环境 空气流通 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好了 这就是养蚊竹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